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来Jason做我们的嘉宾 Jason 你好 Vicky 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向上 上证纵核指数升了26点 报3436点 护心300升了33点 报4258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了79点 报11386点 创业板指数跌了3点 报1729点 恒指方面今天继续做好 升了565点 报31904点 国企指数升了316点 报12787点 大市成交有1646亿 Jason今天港股再冲上去 最多升超过500点 收市还站在3198点的水平 距离历史高位其实还差一点 其实去到这个位置 市场其实也有些担心 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调整呢 怎样才可以看到一个调整的信号呢 对了 说到市这一段 虽然昨天就有一个下跌 也结束了之前连续14天的升势 但是今天来说呢 又看到那个上升的动力是强了很多 甚至乎今天的指数 也是突破了昨天的高位 也都是去到31900 和历史高位差几十点 如果你说以收市价来算 今天其实去收在31900流上 都是属于一个历史的新高 短线里面要留意的因素 就真的不是说太多 当然你说近期内地那边 那个央行都放多了流动性出来 包括就重推翻比较长时间的逆回购 还有都见到MLF方面也都是加码 那令到内地的拆息有回落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以来都是见到 因为美元方面都不断走弱的 那令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 就不断向上 那所以当你人民币保持着升 那些资金也都很正常地 就会流入港股这边 或者A股这边 去到掃回中资股的 因为说在香港上市的H股 他们计算的那个 每股盈利或者派息 本身就是人民币的 那如果你说人民币升值 他们对反做港质 相对其实就是说 那个每股盈利方面是有一个提升 那在那个股值方面 也是有一个可以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在这里 那所以这个因素都令到 港股最近的升势都相当强 那但是这一段我反而就觉得 除了刚刚说的基本面有个支持之外 资金流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 一来就不单止说北水那边 如果你说看回现在 全日港股的成交都去到 1,600亿流上 就是比起今年 头过一两个礼拜都是1,200亿 1,200亿来说 进一步是增加了 那就是说这一段的钱流入来 就不是说单单靠内地的资金的 反而就说一些在外面进来的钱 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还有看回在一个照蓝筹股的升幅上面 都是继续有一些有轮流炒作的感觉的 今天带个市上来的公神 就是昨天都做得比较弱的腾讯 或者可能说过去一个月的走势 就是不算说特别标青的是平保 那再加上就是说一些的内需 消费股推动就带个市就上了来 那要留意的就是通常一个 升市去到比较厚的阶段 那无论成交啊 波动性啊 又或者一些股份上升的局面上面 都是会明显增加 那你见到这一排是的 就是指数不是说每天只升百多二百点 那么简单 可能在一天里面的波幅呢 都有成五六百点 兼着一个成交也都是明显扩大了 那所以这一段我自己都觉得 是一个升市比较美的阶段来的 那但是你问我啊 这个指数啊 究竟短期来说 会再去到什么位才会见顶呢 暂时就很难估的 那当然就说在三万一千九 三万二这些 就是接近之前的历史高位呢 不排除会有点阻力的 那所以即使你说 这一两天可能的指数再冲高 甚至乎轻轻突破啊 就是之前的高位的 那但是都有机会会即时出现回吐了 那所以你说这些价位才再追货啊 或者你再在这些价位上面 看市会升很多呢 似乎直播率就不是说太高的 那就算你说短线 可能真的比你升多几百点上去的 但是未来回的那一刻呢 都可能会回得比较急一点 那所以现阶段我就只能够说 如果没有货的朋友啊 或之前未持有货的朋友呢 都不要说想着这么贪心 再去到高追住了 嗯好啊 那刚才Jason也提到 还有星市工臣 那说到星市工臣一定是港交所的 他呢 收市的价格时段呢 去到288.4 那今天就升了5% 那今天也有消息说 今年其实有机会推出A股衍生产品 再加上同股不同权的公司 也都有望最快6月底申请上市 那另外呢 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呢 都在14亿以上到16亿 那其实港交所去到300元那个动力呢 是不是都是很大呢 那300元和现在288元 差距离就11个左右 就是你计算那个幅度呢 都是说可能6%左右的 那你说一天里面 他今天都升到5% 那接下来再升6% 是不是很难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认为 应该难度不高的 那只不过就说升到上300元之后 那个后组的发展是怎样呢 都真的要好看市况的 因为之前都说 港交所这一段升上来呢 就真的好靠市场的成交方面的配合 或者每一天 你说去到1600亿流上呢 那估值提升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来的 但是你说市场是不是在未来这一年 都一定可以好像上年那样 价值是有升不会跌呢 或者成交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保持到 就是说15亿流上呢 那这个我是有点保留的 如果你说资金一旦出现了一个逆转的 又有一个流出的时候呢 成交方面要缩呢 可以是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了 那所以现价这些位置我同样都觉得 不是说那么值得再追涉港交所了 那就算你说 接下来有些新的公司来香港上市 都预计了的 包括你说陆金所有机会分拆 都来香港作为一个上市点 至于你说小米方面 也是在计划会来香港集资 那之前马云那边也都提过的 会不会说将阿里巴巴方面 都有机会以香港作为第二试点来到上市 所以说IPO的层面 应该就不会说差 特别说针对一些科技的公司 或者一些生物科技的公司 都是会有个叫做几好的渠道 可以叫做离回香港上 但是一切都是要看整个市况的气氛的 如果你说气氛 保持住好像去年那样 那么旺的 或者这一段 见到每一只新股上都好像抽爆了 还有股价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那一定是会有个吸引力 会吸引到更加多的新股 例如香港上 但是相反 如果你说未来的市况 真的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逆转 新股市场的气氛 都可能会因此就受到一些削弱 所以你追着广交所 都真的要好看整个市场的情绪 如果你说现在二百八十多元 才再追 其实上面望的空间 不会特别高 另外我们也看看内房股玩快 昨天受压之后 今天就回涌了 晚科最高见过42.4 创了上市新高 升了9% 华因之地升了3% 碧桧原升了3% 中金也出了个报告 今年一月初 两个星期内地的销售超预期 销售军价 维持一时以上的升幅 再加上国土部公布 国土部公布 说将会对居住用地开放 政府不会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 内房股其实是否有机会再走强 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 说中金份报告 他都只是做一个调查 说今年头的两个星期 内地方面一些城市 新楼的销售表现是怎样 当然他都继续觉得是OK的 岸年方面仍然有个上升 特别在成交方面仍然有个增加 但是你说单单用头两个星期 一个指标 是不是已经足价 等同来近几个月 内地的楼房的成交 或者是楼价方面都还可以保留 这个我是有点保留 另外就说国土部那边的消息 就说未来可能在土地方面 会更加开放的 就不是由政府去到垄断 什么时候拿地出来卖 反而就说那些私人的开发商 或者其他一些团体合资格的话 都能够可以主动发掘一些土地 特别是针对一些可能是农地方面 那接下来都可以发掘出来 来到去到建一些住宅的单位 更加重要都是强调的 接下来建的那些楼盘那些项目 都可能以租任住房为主 那这个方向也是跟之前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 或者十九大方面所提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说未来的发展商建楼 就不是全部拿出来卖的 都可能要留一个特定的比例 去到作为一个租任 就是租给一些可能是 不是说那么高收入的人士 或者可能是由一些偏远地区移入来城市 去到定居那些居民 那当然如果你单从这个消息面上 就照计不会说对于内房企业短期的业绩 或者卖楼的数据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 但是大家会有个讯息去到演绎 就是既然你继续强调增加土地 或者都是用一个租任的层面 来压抑楼价的 代表着一些比较强硬的行政干预措施 例如限购、限价等等这一类的措施 未必说会再加码了 在这个气氛底下就令到内房股可能就推了上来 但是我始终都对于这个板块 今年来说是有少少保留的 就是你说楼价在这个层面上面 是不是真的会再继续升到很多呢 还有都看回不少房地产开发商 本身的负债不小 今年面对着利率的攀升 都会有点压力 所以要选择的都要小心一点 最好都是选择一点 杠杆率不要说真的太高 或者本身在今年都真的叫做 还有很多项目可以拿出来买的 那些内房股可能会直博一点 好啊 另外我们都看看内需股板块 也是今天做好的一个板块 梦牛就跟中国往往成为最好的大蓝手之一 往往升5% 梦牛就升4% 同业好像康师傅都升5% 那大摩都出了一个报告 说看好内地的消费股 估计今年内地消费股销售案年增超过一成 三大趋势包括消费高端化 新零售、新态下更多的消费者回归实体店 以及消费信贷快速增长都会推动消费增长 其实内需股板块 是不是都在后市里面都会再次跑出 是的 消费股在去年来说 表现一般 虽然不是特别差 但是很多股份都不算升得太多 因为去年本身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很多食品的企业 无理率方面是有点压力 但是去到今年 大家就相反地炒分一个所谓通胀概念 而这个通胀就不是单单原材料价格上升 反而就是可能原材料价格 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见顶 今年未必会再升得太多 同时反而在下游的层面 即是那些零售的产品 例如买牛奶也好 一些食品也好 是有机会加到价格 让大家都开始看回 会不会在整体内地CPI的上升 可以带动食品的价格 或者一些饮品的价格 可以是有个加价的空间 之前都看到啤酒行业方面 都宣布了有个上调价格的行动 在乳品行业方面 也是有相类似的情况 所以今年里面炒这个concept 我觉得还有机会 令到这个sector 会有个估值重股的机会 所以现阶段 市的气氛还能保持住 不排除资金,继续追回这类型,去年都相对落后的股份 好,谢谢Jason这么长远的分析 申报有没有持有上述提高报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谢谢Jason 这期节目差不多,我和Jason聊到这里